表妹 表妹 你 你就给我一只小团子嘛 不行不行 上一次你才给我收集了七个羊腿 人是生的 我好不容易带小团子回来 你居然偷懒 好痛好痛 你这弓箭怎么打人还会着火呀 嘿嘿 这只是老天爷开眼 除非你帮我做点什么 我就送你一只小团子 你说吧 表妹 你了解 上刀山下火海我都怨你呀 那就罚你离我做一天仆人吧 先帮我开个小牧场 刚好身上有四个小麦种子 我就是拿这个新小牛小羊回来的 谢谢表妹啦 我这一周是把农场盖起来 让小动物们都有个家 看着表姐这么心情的劳动 不小鱼儿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不然小伙伴们就说我爱偷懒了 不行不行 我也得去找点事情干 没错了 有龙牧场怎么可以没有农场呢 那该盖在哪里好呢 就决定盖在我小家的正前方吧 刚好可以看到家里种植的农作物 不给表姐偷拿 把这里的土块砸起咱妈的东西都清理掉 基础的农场围建起来 中间留个空作为水局 平台不好后呢 水一格可以湿润周围四个土地 田地大小九乘九 再把泥土都松松土 这样子种出来的农作物才清脆可口 外框就选用木头吧 让它们都围上一圈 把柱子都顶起来 然后衔接 就好像做火柴盒一样简单啊 不知不觉就天黑了 就回去睡一觉 表妹表妹 你这是在搞什么呢 我当然是在整农场啊 这农场设计的也太不好看了吧 表姐 信不信我抽你啊 嘿嘿 别别 这天色这么晚了 我先溜了啊 表姐 我不要跟你说话了 哼 咦 表姐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表妹 我想了想 昨晚说话 你确实有点过分了 我过来和你道歉的 你还好意思来 哼 我的农场才不丑呢 表妹 你不去问一下小伙伴们吗 我溜了 哼 表姐 别跑 跑得这么快 一会儿就没用了 这 这 是谁帮我把农场猪好的 难道是这个傻傻的表姐 看来表姐说我是误会表姐了 那我还是换上印刷块好一点点 更把不好看的敲掉 总算刚好啦 可是印刷块要在哪里找呢 就问表姐 表姐表姐 你又在偷懒了 突然还和大牛聊起来天 这 这地上不是有印刷块吗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